你好 十二城 该交费了 喂 小宇 不是说好发信息吗 打电话很贵的 姐 是我想跟你说话 琪琪 你感觉好些没有啊 妈妈呢 妈回招待所了 小宇已经跟我说了 姐 你现在的心情我很理解 你还在医院吗 姐 你一定要跟夏了清国赶快取得联系 不能所有的事情都你一个人扛着 就对你不公平 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我知道 琪琪 检查结果出来了吗 明天还有两项检查 姐 治疗费的事 你就不用担心了 实在不行 把我的工作室盘出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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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口价 合适您就留下 不合适您另起高价 十二万 小姐 不少了 我可是失货的 小姐 您选得合适吗 老板 我一口价 你是收藏还是转卖啊 我当然想收藏的 但不得已是我也会转卖的 您可不可以先不要转卖 我这个钱是要拿去救人命的 我希望很快能把它请回去 好吧 我会等你再来的 谢谢 不是跟你说了吗 叫你不要来了 你这没人不行 菲菲呢 全脱了 那你哪来的钱 帮我交医药费啊 你先别管那么多了 你还有没什么事要安排 医生说要加紧做手术 孟昕 我真对不起你 都过去了 现在看病要紧 你是不是问孟琪借的钱 要帮你通知夏冷清果吧 我的手机没电了 他有些会倒电话给我的 不及时 我跟孟琪借的钱 我们还在这儿 我可以 missed 我 我想到她 我vor你去哪儿 我说 现在我去哪儿 我家去哪儿 我去哪儿 来 喂 馨儿 你手机怎么不开呀 妈 我手机没电了 实际飞伤得重不重啊 妈 你知道了 你瞒着我呀准备好事 她需要做一个大手术 否则可能永远站不起来了 碰上这样的事情呢 谁都不能不管 但是呢我得提醒你 你现在不是实际飞的合法妻子了 你得赶快给下长亲国打电话 让她尽快回来 听见没有 我知道 妈 琪琪的手术费我已经汇过去了 你查一下 我听小雨说了 这钱是跟袁正借的吧 这袁正真是好人哪 真是 妈 你早点睡吧 等琪琪手术日期定了就告诉我 行 那我们在这儿等你 好 挂了 挂了 你好 今天 我老师 费被人干了 我来帮你 我来帮忙 我来帮忙